大家好我是Spark 欢迎来到这个9点钟的直播 我是答应了大家 每天晚上9点都会陪着 在这个疫情期间 每天晚上9点都会陪着大家一起来直播 所以 可是今天的直播跟平时有点不同 是因为我今天遇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所以我就会把这个影 把这个直播录成一个影片 然后分享 放上去传给大家 那平时我的直播是一个小时的内容 所以我就今天会把它 尽量缩短成一个30分钟 所以给大家更好地了解这个当中的资讯 那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东西叫做 给大家看 OK 叫做一个 2500亿振兴经济配套 Spark的一个懒人包 所以今天本来我是要跟大家分享 巴菲特的投资原则的 但是忽然间就出现了技术问题 sorry 但是忽然间 政府在下午3点的时候 就推出了这个振兴经济配套 所以我就赶紧 把他这个资讯 因为我知道说 很多人会想要了解这个方面的资讯 所以今天就 匆匆忙忙的 整理成了一个懒人包来整理 来把这个资讯分享给大家 所以我 帮大家准备了一个 大概是一个50面的slide 来让大家更加了解说 这个振兴经济配套里面有什么 那我们话不多说 就直接进来看了 那在这个振兴经济配套呢 这次呢政府拨出了2500亿 那当中有分成两个半 一个部分是人民的福利 然后一个部分是给中小型企业 然后一个部分是给国家经济 然后20亿是给之前的福利的 那这个 我会先跟大家推 主要有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人民的福利 跟一个中小型企业的福利 那我首先会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人民福利的部分 先采到中小型企业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政府呢 这个不是政府 这个是政府联合了那些 保险行业 然后就推出了这个8个 8个million的这个fund 来帮助那些 有保险的人 然后so that可以去进行 这个COVID-19的这个检验 所以他们会津贴300块 所以这个其实是为了 鼓励更多人去做这个检验的 那下一个就是说 三个月的 可以暂停还这个保险三个月 就是说给 这个是保险行业 给任何保险的 就是insurance 跟Dakaful insurance 是我们普通人的 Dakaful 是for Islamic 的啦 所以这个政策呢 讲停止还 是吗 其实老实讲 到底是停止了 Go 接下来要不要还的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 其实它还没有一个明文规定出来的 到底是 如果今天 你在这个当中不小心 lapse 了 就是说断保的话 这东西怎么办 所以这个东西 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明文规定之处 是怎么办 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老实讲 这个东西是政府推出的 那今天保险公司 其实是接受到那个指令的人 所以今天他们接受那个指令的时候 他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形 他们也不懂得怎么去做 所以 等一段时间给他们一点时间 我们做个是良好公民 就是说给他们一点时间 让他们把 整理了过后 把这个计划 把那个详情推出出来 因为有时候政府不能做这种 太明文的规定是什么 因为 因为其实老实讲 每一个保险公司 有每一个保险公司 内部的系统 所以有时候政府想要做这件事情 里面的保险啊 银行啊 但是他们的内部的系统可能支持不到这件事情 所以为了不要 为了避免些机构的负担 所以他们就会 等他们自己发出这个通告来跟大家讲 到底是怎么样做啊 所以大家给点耐性 那下一个就是说 政府会推出多一个B 给这个健康部门 就是Germindian Qasiatan 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好啊 因为平时 你知道那些医疗 我有朋友是在那种政府医院做工的 所以 政府医院很靠一个东西 那个就是 他们的 叫做 他们的那个 allowance 他们的那个fund 就是说 今天如果 尤其是在年尾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们政府要开药的时候 医生要开药的时候 他们给不到你这个药 因为怎么 不好意思我们的这个医院过大完了 没有这个钱来买这个药 所以你要去等 等明年的时候等拨款再来 所以这个呢 当他们突出了这个一个B的时候呢 他们会更加好的让医院的人员 有更好的来给这个钱 给这个 来给钱 所以可以让些人民啊 可以拿到更好的医疗福利啦 所以医生也不会 省着省着 不能去给 病人最好的这个 医药啊 这些东西 这些福利 所以我觉得非常好啊 所以然后下一个就是说 政府为了要感谢 这个医疗人员呢 所以在这个4月1号的时候呢 他会每个月会给一个 本来是从400块的 现在变成给600块哈 所以从4月1号开始 到这个疫情结束 那还有一群人也是非常辛苦的 那个就是 军人啊 警察啊 custom的人啊 OK 最近你看 我们平时也是看到他们在这个外面那边 做这个执行啊 去做这个roadbox 也是非常辛苦 所以政府也是一样 在4月1号开始他们会每个月 资助一个 200块 直到这个疫情结束哈 所以 OK 在这里跟大家 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东西是 OK 这些东西我讲的是一个整理报道 所以 到最后的 我不能保证我讲的东西是100%准确 那到最后 呃 最终的decision还是交由给政府 看最近的通告啊 在这里做个disclaimer先哈 那OK 这个就是最多人关心的部分 就是叫做 Banduan Prihatin National 就是政府给的一个津贴 跟BSHRI 跟Brim啊 其实非常的相似哈 这个怎么样给呢 就是说 家庭收入 如果是在4000块以下 就是两公佛的收入在4000块以下的话 呃 政府会给一个1600块 1000块会在4月份的时候给 600块在5月份的时候给 那如果家庭收入是在4000块到800块的话呢 他会是 他会是给1000块的这个津贴 500块在4月份啊 500块在5月份啊 OK那如果是单身人士 薪水在2000块以下的话 政府会给一个800块 那个 呃 500块是在4月份啊 300块在5月份啊 那如果 单身人士薪水在2000到4000块的话呢 呃 拿的这边虽然钱是250块 但是 我 看了那个 呃 那个 政府首相讲的那个 文章里面是讲说 呃他是讲说是 500块钱 然后是250块是4月份啊 250块是5月份啊 OK那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要跟大家讲 所以大家 大家可能会很关心的部分是什么 就是说 到底要怎样子才可以 claim到这个 呃 B 叫什么啊 叫做 Bantuan Prihatian 我给我看一下 它叫做 Bantuan Prihat OK Bantuan Prihatian National BHN OK 到底这个怎样claim呢 其实政府还没有讲 所以 为什么政府还没有讲 因为 其实好像 这是政府 刚今天 刚下午3年的时候 才推出的东西来的 所以你要给他 他 他有点时间 去来 洗一条所有的东西 有一个bottle啦 去给人家来 在网上这边去申请这个东西 不过我相信啦 这个东西会跟 BSH很像 会跟 BSH的申请管道很像啦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 BSH的申请管道是这样啦 所以我 其实我本身没有申请过 BSH我也不知道怎样申请的 所以我 特地为了大家去 去做了这个调查 所以OK 在政府的这个公告里面 也是有讲说 这个BSH也是会照常的给 所以什么是BSH呢 BSH就是跟以前一样的 好像跟以前的brim 是差不多的东西来的 所以如果你是 收入 收入是 4000到4800的话 4000块以下的话 是给1600块 然后4000到4800的话 这个是家庭收入啊 是给一个1000块 然后 是这样子给的 那这样子申请呢 我刚才去看了 专门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 就是去这个 MyBSH那边申请的 所以现在已经是 电子输入的部分了 所以我相信啦 那个这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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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Sorry BPN Banduan Bihati National 这个也应该是会以 类似的方式来申请 所以 大家不要急 给政府一点时间 等通告出来的时候 就会有得到的 这个就可以 你就可以 知道这个申请哈 那我知道 我相信说有一部分的人 也是会很 不开心 是说自己没有拿到 所以觉得政府没有帮到你 但是我希望你换一个角度来想 今天如果你没有拿到的话 其实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原因是什么 今天你的收入很高 所以 你就 你要换那种想 政府这个是帮助4000块以下的人 所以你没有拿到 是因为什么 你的收入很高 所以政府就 你就没有拿到这个了 所以 网豪方面想 你平时的收入很高 你有的储蓄 所以 政府没有给你的话 就忍一忍 我们优先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所以希望你可以理解 OK 这样我们 继续看下去 所以OK 之前的时候 PT政府也在前几天的时候 也是有讲过这个 呃 贷款什么 可以延期 所有的贷款都可以延期 呃 就是银行 相关的贷款都可以延期6个月来还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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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部分的PTP店也是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讲到 这个PTPK 这个是for Germahiran的 啊 是另外一个也是跟PTP店类似的东西 所以 他就也宣布说 这个 PTPK是吗 也是可以延期6个月还 哈 所以是到 呃 跟 跟PTP店一样就对了 OK 然后也是这个也是要 然后这个东西也是 奖励每一个读书的人 200块钱 PTP IPDA就是 呃 公共大学 IPDA就是私人大学 然后college Metric class 预备班那些 也是有的申请的哈 OK下一个是 呃 政府推出了 也是 拨款了这个 2 两 呃 这就是2500万 25个M 来给这个 NGO啊 那些 呃 福利机构 但是我看他这边呢 他不是给钱了吗 他这边是给一些 呃 资源上的资助咯 OK下一个是 Mysalam Mysalam是去年政府推出的一个 东西是说今天如果你 你住院的话收入群体 呃 B40那些人 今天如果 你住医院的话就可以拿这个50块的这个金币哈 最多可以拿14天 OK啦 这个PRS就是 呃 私人退休计划 这个东西非常好的 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释 这个讲到什么呢 今天 PRS私人退休计划是跟那个EPF差不多的 所以他有分ACCOUNT A跟ACCOUNT B 所以现在政府允许你从ACCOUNT B里面拿1500块出来 本来你哈你也是可以 ACCOUNT B也是可以拿出来的 但是他会给你一个Penalty 大概是个8%的一个Penalty 所以现在他就不用有这个Penalty 所以呢什么是PRS呢 PRS是私人退休计划 所以他其实讲白了就是买 买Muture Fund 就是买这个信托基金 这个东西呢 呃大家可以去更多各个的基本上各个 信托基金公司都有的 他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可以扣税 所以呃扣税的话 就是 现在是3000块的税 还是3000块的减免项目 意思是说今天如果你是 呃 你的TEX在28 最高28%的话 你近3000块你可以 节省这个840块的TEX啊 所以是非常好的啊 所以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申请啊 到现在还有到2021年都还可以有这个减免项目啊 OK所以这个这三个部分呢就是给那些 呃跟政府租房的这个叫做RDO 有些是政府房的一些计划 所以是可以延期租金6个月还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公共 呃公共的这些跟政府租的这些 建筑啊什么也是可以 分期6个月还公共设施啦 公共的商业区啦 OK这个也是一样 Canton Scholar 这些也是一样全部政府相关的这些 呃建筑什么都是持6个月 可以延迟6个月还 sorry 不是延迟6个月还 是不用还啊 OK然后政府就是很特别是推出了这个 呃叫做 Discount On 电费 那怎样指discount呢 这个电费在discount在15-50%左右 那 15%是给这个sector plan 中安旅游业那边的 然后2%先给 2%是给所有的人啊 给所有的人 Easy Room Industria全部都有扣这个2% 那15-50%是怎样指算呢 就是说 啊 maximum是 600KW 不烂 OK 50%会给 50%是会给200KW以下的 然后25%的discount会给这个 201-300W 300KW 然后15%是给 301-600KW的 所以这个是分着第二样子扣啦 所以啊这个是 这个2%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然后这个 然后这些 到15-50%是根据你的KW来扣的 OK 政府也讲说在这个4月1号开始到这个 管制期间是4月11号 4月1号到4月10号的话 会有给你免费的internet 然后我有这个我不太肯定呀 可是我有看这个online那边讲是会给 每天给你一个geek的data来上网啦 这个到时候我们再看这个 电讯行业怎样子来应对这个东西啊 OK 所以政府也会丢多一个400个am 来 呃 给这个公共 电讯设备的这个 电讯设备的这个设施这边来 给他们一些 播款来 增加我们这些 呃更加让internet更加快啊 所以就不会出现像 呃我直播端线的这个情况啊 那 这个是OK 这个是给政府人员的一个津贴 那 今天政府给一个500块oneoff的这个津贴 给政府人员grade是在 grade56以下的 所以是在 这个津贴会在4月份的时候给 一次性的啊 然后政府也会给一个一个b的这个给进这个 Yaminan Makananan这个基金 我有这个其实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什么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所以我也特地去做了一个调查关于这个东西 这个其实是一个 呃给 这个叫做 呃 Food Security Department的这个基金 就是今天因为粮食是很在 在国家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 那Food Security 就是那个管控国家 呃粮食的一个部门 所以这个基金就是为了要确保说我们国家有足够的粮食 来应付说今天中国危机的发生 所以这个就是政府给这个 呃 Food Security的一个 呃 一个b的一个基金的一个拨款啊 那今天有些给那个退休人士呢 政府也会在4月份的时候给一个500块的奖励啊 这边写250 我看这边是写500块啊 这个是政府的这边推出的写东西啊 那 这个政府也在推 拨出多一个100个M 来准备给那些 呃 这叫做 Infrastructure 就是说 给那些收藏 食物的社 收藏 食物粮食的一些设备的一些建设 一些建筑啦 所以然后也是给一些 呃 那些 这个是种植业 那些一些 福利啦 就拨款了 呃100个M给他们 呃 那也会给 这个 呃 Kawasan Pertubohan Layan 这个写 Planan 就是那些 农业啊 跟这个漁业 每个机构一个大概一个 呃10万到20万的一个基金 要让他们 呃更好的度过啊 然后 OK 这个是一个 呃很特别的计划 就是说 呃政府 给 员工 600块for 3个月 哈 但是这个有点 特别是这样子的 今天 政府会给那些 4000块以下的员工 呃600块的一个 津贴 你看 RM Namratus Plan Plan Unto Tempo Tigablan 连续给3个月 OK 这个是给那些 老板 给那些老板 如果经历了 呃在1月份开始经历了收入 下降50%的情况的公司才可以 然后也要确保说 从1月 1号开始 呃没有 也要 然后那个 呃 老板也要确保说他们在这段期间 不可以 扣员工薪水或者是不可以强制他们拿 这个无薪假期哈 所以 呃 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呢也是没有一个名文 还没有 还没有一个名文 讲说到底是怎样子实施这个东西哈 然后这个600块呢 我也 他们里面也没有讲说是 他这个是给 员工 还是给老板 因为你看啊 我相信他这个不是多给 他这个不是多给 我相信他不是多给这个员工600块啊 比如说你2000块薪水 政府给你多一个600块 变成2600 我相信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啦 应该是比如说 政府这个这个也是我的猜测吧 就是说 你的老板给一个1400块 然后政府津贴一个600块 我相信应该会是这样子啦 实际上怎样子我们等政府再推出啊 再给一个notice 我们才会知道件事 怎样子做啊 所以你看他也没有讲说到底 他是直接给老板 还是给员工 那我们这就只能等 他推出了 过后政府再给多一点 Further explain 我们才能看到这个东西啊 那我们继续 OK 那 那今天这个时候 那个e-hailing啊 就是说做grab car服务的 朋友呢 这段时间会很辛苦 所以政府推出了一个 500块的津贴 sorry 这边是写600块啊 给一个 500块给这个e-hailing的人 然后 如果是 taxi driver的话 会给这个600块啊 如果你是驾grab car的 就会给这个500块的一次性的津贴 在4月份的时候 然后600块给taxi司机 然后这段期间呢 因为有很多政府的contractor 比如说好像 呃 那个政府部门的那些 呃 cantine啊 打扫的人啊 这都是by contract的嘛 那他们这段期间 其实是 呃 没有做工 所以呢 政府讲说 就算他们 呃 没有做工 他们的员工 他们还是会造 他们会发薪水 给他们的员工啦 然后也会为了补偿说 这段期间 没有工作做 他们也会延长多一个月的这个 把他们的contract 自动延长了一个月啊 OK 然后 呃 这个政府也讲说 他会 在 来 政府 OK 政府为了帮助中小型企业 所以特地在拨款处4.5个b 来帮助这个中小型企业啊 所以呢 所以政府呢 就会 推出什么 多了一个 这个3个b啊 给这个 叫做 呃 Tabong Ban Thuan Kermuda Han Kars SRF Special Relief Facility 这个就是 呃 一个 一个贷款来的 5 5年半的一个贷款 这是我在我之前的直播也有讲过好的 它是一个5年半的贷款 然后利息很低 本来是 本来是7.35 现在政府在降 变成3.5 所以政府 播了一个3个b 然后总共的那个量是5个b哈 所以这个到底怎样申请呢 每个银行都有过大的 所以 呃 中小型企业要申请的话 就直接去 跟银行这样子 照常样申请就可以了 不过我前几天跟那个人直播 跟那个专家Sam 直播的时候有聊到 这个东西很大的 他讲说是给那些 被 他那边有写啦 是被疫情影响的人 所以 呃 申请这个的时候要多写一封 讲说你怎样是被疫情影响啦 所以政府啊 除了因为 这个是给 受疫情影响的嘛 政府这边也讲说是一个 我插解的是一个b 可以把它6点 呃 增加到一个b ok 然后是给这个 Kermuda 什么sector economy 就是我 这个Kermuda 我上网找来也 也 没有讲这个特别是什么 我相信这个东西是给 所有的 不管是什么行业的人都可以来 拿到这个access 本别让就是finance finance access就是说可以贷款啦 ok 然后这个是他多一个500个m 给这个 microloan 然后就是说这个是不用 不用抵押的microloan 然后是两个percent啊 2percent without tumper 是不用这个 不用这个抵押的这个 贷款来的 中小星期的贷款 然后呢这个是 可以贷款是 呃 本来从5 最多是5万块 他现在提高到7万5千块啊 所以要申请的朋友 也是可以去申请哈 ok 然后这个是应该是 bankspanational 给的这个东西来的哈 那还有一个是 波多一个 300千30万 然后给这个 给那些 呃 生意没有超过4年的 你看他这里写的 生意没有超过4年的生意 可以去借钱 under这个scheme bismulaii danbiswanitai 然后是 iSarikat Jaminan Credit Malaysia Berhad 就是说可以去跟他们申请啦 然后政府也推出了 这个 ok 你看啊 这个是 呃 这个是 CGC是 CGC是政府一个 Galanty部门来的 所以你哈 这个也准备 他们也准备了这个 Galanty 这个5个b so that 因为你看银行要贷款给人的话 他们会怕说那个人不还钱吗 所以政府这个部门 CGC SJPP 就会推出了这个 保 保险 甚至是一个保险给银行 所以会保大概 提高 70% 到80% so that 可以 可以帮助那些中小型企业 更加容易的贷款 那之后呢 KWSP呢 也推出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什么 正 中小型企业 可以选择 本能够的话 那就是延迟 就暂停 这个 buyer run 就是说 暂停给 这个 EPF 暂停帮员工给 这个EPF 那至于有没有讲说 那至于有没有说 到底过后的时候 需不需要再给回去 这东西里面没有讲 然后什么时候再给回去 这个里面也是没有讲 所以要等政府 Furder的通知哈 那这里政府也推出了 呃一个政策就是说 政府可以 呃这些本来 中小型企业要给这个HDRF的嘛 这个是一个发来的啦 给那个叫做 Tabung Pengunan Sumber Manusia 就是说给一个基金来 for这个training的 所以这个 for6个月 不用给哈 从4月 4月份开始 for6个月 可以说暂停 给这个 不用给 本个专专专是不用给 for这个HDRF 然后 呃政府 也想说 for这个 接下来的 Mulai 4月份开始 可以 暂停啊 可以 暂停是 suspension Pengunan 暂停给这个 竹盖Pengunan 给这个Anshu Lan 就是说每个月要缴的税 可以暂停的给哈 但是什么时候 呃到底过后需不需要再还回来 这东西也是没有通知哈 OK是多少个月 呃 Pengunan OK for这4月1号 呃 呃 第3月 第3月 第6月 第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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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第5月 可以 暂停 3个月 不用还这个 暂停 Temple 3个月 不用暂停 不是暂停 还这个税啊 OK 所以 这个就是整体的一个政府的一个 振兴 振兴经济的一个配套 所以我觉得说政府推出这个配套 我觉得 就是 要为了要拯救这个经济啊 所以政府在这边也是推 也是真的是为了我们人民帮助了很多啊 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 那至于到底 里面有很多的详情跟 有时候这个东西是跟那个我们的 国家的这个财政计算是一样的 政府 政府讲会做 可是他到底里面 内部是 呃 具体怎样子去申请的东西 政府过后会公布啊 一定会有的 所以 大家不用急着on这件事情啊 所以 呃我们这里也要做一个良好的公民 去体谅政府 这件事情真的是耐心的等待啊 所以真的是谢谢大家 呃收看这个 这个影片啊 这个影片本来是一个直播来的 但是因为 呃 线路的问题 所以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视频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视频可以帮助到你的朋友的话 就把这个直播把这个视频分享去 所以真的是非常谢谢大家 那如 那希望大家可以 接下来每一天 到 3 3月31号 我每个晚上在9点钟都会直播 跟大家分享 一些资讯 跟大家分享一些知识是一个一个小时的 一个小时的一个直播 9点到10点 所以大家 记得去like我的page 然后每天9点准时收看我的直播 OK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